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一遗憾的是 成亲十年有余 龚氏没有生下一子伴女 夫妇俩曾四处打探明依 吃了不知多少草药 又花了不知有多少钱 龚氏的肚子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眼见着岁数大了 两人都有些着急 黄光顺还好些 没有把情绪表露出来 龚氏则是日日愁眉不展 见妻子烦忧 黄光顺时常安慰她 许是跟孩子的缘分还没到 再等等 有日 龚氏和邻居宫审去赶集 在博装听闻离此地四十多里处的岗上村 有个姓孟的大夫 专治妇人不生孩子的病 此人不但医术了得 为人还相当正派 看病开要不收钱 连要钱都不收 岂不是要亏死 那得有多大的家底折腾啊 倒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那是孟大夫自己定下的一个规矩 不是完全不收费 是来看病的妇人 啥时候把孩子生下了 再把药钱给付了 而没能生下孩子的 则不用付钱 孟大夫说 若是他没能把患者的病治好 怎好收人家的钱呢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孟氏听了后 心里很是感动 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人心啊 这么些年 他为了生个孩子出来 往里不知扔了多少钱 全打水漂了 如果早点知道孟大夫这个好人 自己哪里需要白白浪费那么多钱财 顾不得再买东西 孟氏打听清楚了孟大夫的住处 就急急忙忙地回了家 黄光顺听妻子把事情述说一遍后 有些怀疑 说他好话的 定是已经生下了孩子的妇人 可那些没生下孩子的人家 你没去了解过 所以 孟大夫的医术到底如何 还是不清楚的 孔氏阵阵有词 不管怎么说 总比那些医术不好 还要收人钱的大夫要好得多吧 黄光顺细细琢磨下 这里也说得通 便同意了 那就去试试看吧 一日 夫妇两人便坐了辆驴车 前往港上村 孟大夫为人很爽朗 有啥说啥 挺为病者家属着想的 句句能说到人心坎里去 给拱氏开了十日的药 果真如传闻所说 莫收一文钱 孟大夫说 等把孩子生下来后 再给也不迟 当然 就算是要赖账 那也没关系 几包草药的钱 他还是能负担得起的 医疾是用来普及众生 而不是只为赚钱的 一番话 让人听了心里很舒服 黄光顺夫妇的眼角有些湿润 心中感慨又庆幸 总算是遇到了好大夫 以后再来看病 黄光顺都会准备些礼物 送给孟大夫 聊表心中的谢意 就这么过了两个多月 拱氏的肚子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孟大夫说 这是因为此前拱氏的身子 吃别的药遭受过损伤 徐条里一段日子 黄光顺夫妇对大夫的话深信无疑 不做他想 一日又过来拿药 半道上旅车坏了 在路上耽搁了好长时间 但拿到药往回赶 以临近黄昏 黄光顺不是没走过夜路 他自己并不害怕 就是担心妻子胆小 夜里事物不清 看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容易受到惊吓 一路上紧赶慢赶的 倒还算顺利 离家还有三立路的时候 忽然见到前面有人在不停地招手 黄光顺将车速放缓 往前仔细看去 原来是一位女子 笔中还跨着一个布包 将离车停下 问他 姑娘 你有何事 女子犹豫着没有作答 黄光顺猜想他可能是想寻求帮助 但见了自己是个男子又害怕 便让拱师跟他说话 拱师素肠为人和善 他轻言细语地问女子 你可是要搭车 我家就在前头 可以搭你一段路 女子点头 缓步过来上了车 拱师又问了些话 女子一一作答 没了先前的戒备 多了些唉声叹气 他说自己住在湾沟村 过来寻亲戚的 结果亲戚没有寻到 盘缠却弄丢了 现在只能走着回去 可脚力不行 又把石层孤得不准 天黑了才走到这里 拱师很同情他 湾沟村离这里 可是还有老远的路 这么晚了 一个女子行夜路 确实有些不便 由于多了一个人 驢车走得并不快 到了家门口 黄光顺将驢车停稳 三人先后下车 女子道谢 慢慢向前走去 进门时 拱师动了侧隐之心 跟黄光顺说 我们不妨留他住一宿 等天明了再走 黄光顺平常就是个热心的人 觉得妻子的话没错 随口就朝前喊了句 姑娘 天太晚了 你可在我们家住一宿 可能女子也知道走夜路太危险了 听到黄光顺的喊声 立即惊喜地转身 那太感谢你们了 进屋将女子安顿好后 黄光顺夫妇俩去弄了些饭菜 邀请他一起吃 女子问 晚上寒气重 家里可有酒 能否温些来喝 黄光顺听了觉得有些奇怪 独自在外行走的女子 怎敢在别人家里喝酒呢 但没多想 让妻子去温了些酒 一人喝了一些 夜里 黄光顺起来小姐 完了后 看到堂屋有灯光 以为拱师忘了熄灯 便想着去吹熄它 一推开门 整个人呆住了 那女子已靠在桌前 紧着一件薄薄的沙衣 曼妙的身材一览无疑 其实她长得很是美貌 眉如翠雨 鸡如白雪 一双四喜飞喜寒情目 见黄光顺看过来 女子伸出鲜鲜细手 将衣裳的领口往下拉了些许 露出半截苏胸 暖黄的灯光下 这屋里的情景显得很是香艳 黄光顺面红耳饰 心跳得厉害 双眸中暗潮涌动 女子朝着她微微勾唇一笑 不等她有下一步动作 黄光顺低下头把门关上 走了 回屋抱着妻子睡觉 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醒来 嘱咐妻子拿些钱给那女子 让她自个儿走 拱氏没多想 搭婴下来 吃过早饭 黄光顺出外做事了 一整日很忙 到晚间才回来 一进门 就看见那女子和拱氏 有说有笑的在摆碗筷 黄光顺没说什么 坐下大口吃饭 夜里 女妻子回房时 她才问是怎么回事 拱氏解释 女子名叫李玉 双亲皆已过世 这才来此地寻亲戚 却没想到亲戚早不知搬哪去了 我瞧着她孤苦无依 就把她留下来多住几天 日后再做打算 既然拱氏已做决定 黄光顺不好再赶人走 对于昨夜的是 她难于其吃 接下来的几日 黄光顺尽量避开礼遇 不与她单独接触 这日 拱氏的娘家突然来人 要接她回去 说是家中来了个神人 专制妇人南韵一事 能守到病除 于是 拱氏母亲赶紧让人来接她 当晚 拱氏没有回家 妻子不在 黄光顺沉默了许多 早早地吃完饭 便回屋去睡了 半夜 赶到怀里有个人 一手抱着自己 另一只手在自己身上 不停地抚摸着 正是睡得朦胧时 以为是妻子求欢 脱了衣服便迎合上去 不过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她倒是清醒些 想起拱氏不是还在娘家吗 那身边的人是谁 就这窗外的月光 她定睛看去 原来是李玉 她正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 相公 李玉的声音轻轻柔美 却把黄光顺吓得慌忙起身 跳下床去 怎么是你 李玉软声细语地说道 今夜姐姐不在 我来服侍相公 荒唐 黄光顺呵斥她 李玉不生气 声音仍然娇柔 姐姐一直未有所出 如今年岁大了 想必日后即使怀上 生下来也困难 妾还年轻 不如由妾来为相公 生下一子伴女的 放在姐姐膝下抚养 孩子问题一直是黄光顺的心病 她沉默了 没有吭声 显然是有些心动了 李玉从床上下来 走过去依偎在黄光顺怀里 切中一相公的人品 不在乎名分 今晚姐姐不在 正好方便我俩个在一起 说吧 她的手又朝黄光顺身子抚摸过去 悠悠的香味萦绕在鼻底 而后钻了进去 让黄光顺心里痒痒的 不由得起了一拟之心 李玉的味道与妻子的不同 这让她感到新鲜 又觉得刺激 任由着李玉摆弄了几下 黄光顺最终还是狠了狠心 把她推开了 你加入我家之事 须得问过我妻子 她同意才行 李玉上前崇幼抱住她 娇笑道 这种事不是相公说了算吗 哪里需要问过姐姐 黄光顺再一次把她推开 正色道 男女非有行为 不相知名 即便你是来我家作妾 也许我妻子同意后 找没人上你家提亲 这是对她的尊重 也是对你的尊重 李玉听到此话 竟有些愣住了 趁此功夫 黄光顺捡了床上的衣物 飞快地走出门去 第二天上午前 拱狮回来 与她一到来的 还有个花白头发的老人 拱狮喊她马婆婆 马婆婆瞧上去年岁很大 但一双眼睛却透着晶莹和瑞丽 黄光顺没在家 只有李玉坐在屋里 拱狮把马婆婆介绍给她 李玉面上的神情有些不自在 失了个礼 推说身子不舒服 去屋里待着了 马婆婆看着她的背影 微微眯了眯眼 拱狮急着说是 没有在意这些 吃午饭时 黄光顺回家 拱狮迎上前去 拉住丈夫的手说 不是我身子的问题 我特意请马婆婆过来看看 原因出在何处 黄光顺点了点头 向马婆婆拱手作医 有劳了 马婆婆端详她片刻 问 你家祖上曾出过柜子手吧 黄光顺很惊讶 您是如何得知的 马婆婆笑了笑 这正是原因所在 祖上杀业众 一只后代子孙越来越少 你父亲只生了你一个 到你这代便无子了 黄光顺急忙问 那该如何是好 马婆婆摇了摇头 老天注定的是 老生无办法可想 黄光顺心里很难受 坐在那儿沉默不语 拱狮已经弄好饭菜 从灶尖端了出来 他去喊李玉出来吃饭 却发现房里空无一人 觉得奇怪 问黄光顺 可曾见到他出去 黄光顺摇摇头 没有 拱狮更加奇怪了 一个活人怎么变没了 马婆婆了然地笑笑 老生在这 他不敢出来的 为何 夫妇两个惊讶 同声问道 马婆婆道 他不是活人 黄光顺心中狂跳 脸色煞白 您是如何看出的 马婆婆不直接回答 而是问他 你可曾与他行了房中之事 没有 临到关头我克制住了自己 黄光顺不敢隐瞒 把昨晚的事如实说出 拱狮很生气 我好心收留他 他却来勾引我丈夫 马婆婆微微点了点头 对黄光顺说 你差点没命 他生前是青楼女子 死后则成了诡计 黄光顺听了骇及 出了一身冷汗 把内衣都尽湿了 当时情景 说自己没动心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 与拱氏夫妻多年 不忍心瞒着他 与别的女子行苟且之事 没想到 一时的克制 却是让自己把命保了下来 难怪人们常说 色意识乱骨钢刀 既伤身 更夺命 吃完饭 黄光顺雇了辆罗车 送马婆婆回去 拱氏仍在生气 弃李玉 也弃自己 又弃丈夫 脑子里是乱哄哄的 黄光顺则很懊恼 若是早点把李玉 勾引自己的事 告诉拱氏 可能就没有后面的事情出现 夫妇两个各自想着心事 相对无言 第二日 邻居宫审赶集回来 带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消息 港上村的孟大夫 被活活吓死了 死状恐怖 拱氏大惊 是被何人吓死的 宫审面上露出神秘之色 听说是被鬼吓死的 拱氏和黄光顺两个没吭声 但都心照不宣地认为 定是李玉所为 夜里 夫妇两个做了同样的一个梦 梦中 李玉跟他们道歉 并委委道出自己的身世 家乡兵荒 爹娘带着年仅十二岁的李玉逃难 途中被追兵冲散 李玉惊慌之际 遭人牙子诱拐 迈入青楼 自十三岁破瓜 六年之内不知经历过多少公子 一个个情谊一荡 豪至千金而不惜 十九岁被此地富商刘仲延看重 以重金赎出 带回家中 两人情深义重 恩爱了两年有余 惹得刘仲延的原配妻子 蒋氏大为妒忌 只是阴忍不发 蒋氏生有六女而无一子 大户之家重子四 刘仲延的年纪已有四旬 他将希望寄予在李玉身上 每日大补汤要有专人看管 蒋氏插不进手 便心生一计 假装好意见来孟大夫 暗中却以重金贿赂他进行挑拨 让孟大夫跟刘仲延说 李玉在青楼里被摧残了身子 这一生都无子嗣 孟大夫的医术其实是半调子 全靠运气 运气好 只不定妇人吃了她开的药 就把孩子生下了 运气不好 七十年八年她开的药也无用 其中真实的情形 她从不对病患者说明 只是定了个规矩 看病开药不收费 等孩子生下后 再把前面的账给结了 生了孩子的自然愿意敲锣打鼓把药费送去 没生下的因为没收钱 别人也就不去计较了 她这招用得非常高明 十个患者当中 哪怕有一个生下了孩子 都能帮她把名声传出去 因为没有人会去查她究竟治好了多少人 日子久了后 孟大夫就成了个医术了得的圣手 兴许连她自个儿都相信了 讲是重金贿赂她 她一口便允了下来 心底也确实认为李玉生不出孩子 刘仲妍相信了孟大夫的话 决定再纳一房妾 可即便纳了妾 她对李玉仍然很喜欢 李玉很感恩 她深知女子没有子嗣 到老了有多可怜 于是偷偷去找别的大夫诊治 喝了三个月如黄莲般的苦汤药 成功怀上身孕 可偏偏这时 刘仲妍急着外出作弊买卖 李玉未来得及将消息告诉她 怀了身子的人 前三个月反应很重 很快被蒋师看穿 他找孟大夫要堕胎药 孟大夫给了 而且给的分量不低 他也怕因为看走眼 而毁了自己的好名声 夜里 蒋师强行给李玉灌下堕胎药 李玉拼命挣扎 痛骂她 心仇就很加在一起 不恨心极强的蒋师 令人僵直打尸了 一层层糊在李玉的口鼻上 以致她最后被活活闷死 然后 蒋师又令人把李玉的尸身 扔在屋后的枯井中 并以一块大青石压住 请来盗斥施法 让她死后也不得翻身 李玉入不了轮回 投不了胎 变成了孤魂野鬼 仇恨玉姬在胸 她想去报仇 蒋师早有防范 身上配有道士所化的符咒 李玉进不了她的身 而孟大夫只知堕胎药的事 对后面一无所知 故毫无防范 那天遇上黄光顺夫妇的晚上 李玉正准备去找孟大夫报仇 因被蒋师所害 她痛恨所有的原配 勾引黄光顺 实在是不想让龚氏痛快 李玉没有想到的是 龚氏对她很好 深信不疑 而黄光顺既尊重妻子 也尊重她 等看到马婆婆后 她的报复心减弱了许多 觉得实在是不必拖累无辜的人 当夜 她去找了孟大夫 并没加害她 只是露出自己当时惨死的容貌 结果 把孟大夫活活地吓死了 说到这里 李玉的泪水长流 入青楼 非我所愿 幸得流浪宠爱 却不想惹来杀身之祸 我一声短暂又悲苦 究竟是做错了什么呀 董事醒来后 泪流满面 再瞧黄光顺 眼角也是润湿的 她跟丈夫说 我们去衙门报案吧 让官差把李玉从井中捞出 好生埋葬 她入土为安后 就可入轮回投胎去 不必再做可怜的孤魂也鬼了 黄光顺点了点头 道 光是平梦去报案 怕是我两个都要被挨板子 我先去找衙门里的丁骨头 跟他把事情说清 再使些银子 劳烦他一同去找刘仲言 这里再说刘仲言 他从外地回来未见到李玉 心有疑惑 蒋师告诉他 因夫君吸纳了窃 他心生怨度 一日重遇就克 与那人偷跑了 将近二十年的结发之情 刘仲言相信妻子的话 只恨一枪情意错付了人 不再追寻李玉的下落 等见到丁骨头和黄光顺夫妇 得知实情 他仍不敢相信自己妻子有这般歹毒 丁骨头说道 有没有这种事 去屋后的枯井中瞧瞧便知 可 刘仲言点头应下 众人一步去屋后 果然 几名牙差在屋后的枯井里 找到一具女尸 经刘仲言辨认 此女就是李玉 蒋师被牙差抓走 矢口否认 哭求刘仲言为他请纵师辩解 刘仲言虽心有不忍 但还是将身子转了过去 县太爷言明 若你清白 必不会将你治罪 很可惜 蒋师并不清白 经过审讯 他将与此案有关的人一起招了出来 蒋师心肠歹毒 被判了绞刑 三个月后执行 李玉的尸骨被安葬在刘家祖坟旁 刘仲言是喜欢李玉的 同时 也觉得很对不起他 若当初没有将他纳进门 可能就不会惨死 又或者 他对他的关心再多一些 也不会让蒋师有机可乘 蒋师受刑的这日 黄光顺夫妇没去菜市口观看 而是在路口为李玉烧了好些纸钱 祈愿他下辈子投个好人家 当天夜里 夫妇两个又做了同样的一个梦 梦中 李玉对他们盈盈下拜 说道 你们夫妇二人此生本无子 我去求了印官 他怜悯我的过往 又夸赞你们夫妇的善举 愿我投胎到你家 说完 话称一道白隐就不见了 黄光顺夫妇醒来后 面面相去 不敢相信此梦的真假 七日后 皇家传出喜讯 共事有喜了 足月后 产下一名男婴 黄光顺给他取名黄祥胜 此子长相俊美 聪明伶俐 夫妇俩对他甚是喜爱 请先生好生栽培 长大后 一路高中高升 仕途平顺 黄祥胜娶的妻子 说来也好巧 是刘仲妍和后来那个小妾生的女儿 这里面的机缘是天定 还是人为 无人知晓 但不管如何 黄祥胜对待父母 还有岳父岳母 都是极其孝顺的 除此之外 他对妻子也很尊敬 常跟子孙们说 夫敬妻 妻敬夫 夫妻才会恩爱 又把姬善能欲 怀得为宁作为家训 积累善果才会富裕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才能让生活安定 后来 皇家子孙繁盛 即使经历了乱世 换代 始终富甲一方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